香港超級足球聯賽 東方龍斯重返將軍澳運動場主場 硬撼李文 賽前與榜首的富力RNF有六分差距 此自從奪聯賽冠軍的東方 在冬季轉會槍重開之後 簽入兩大射手盧卡斯和新組 增強火力 配合原有的快馬艾華頓三叉擊攻堅 他們的配合就好像新組這一腳 燙射感天衣無縫 開播一分鐘就令到李文的防線響起警號 他也是我同鄉 大家都來自巴西 同聲同氣 新組初來報都一定會做 為求靚波給艾華頓射地波入 連主帥李志堅都拍攏手掌讚好 前線多了兩位好拍檔 艾華頓可以說是如虎添翼 壓贏沙普夫起腳 波在元浩進手底入 我不只有帶PAT 還有帶上射門鞋 開波十三分鐘打破疆稿 以為這部電單車之後會照版召喚嗎 誰不知他選擇頭肚報你 新組真是疼愛你 首次為東方披甲 就送球士哥給球迷做見面禮 卡了20分鐘為球隊拉開比數 首循環作客一球輸給李文 東方今場自然希望連本帶你歸還 不過真是不要開心得太早 倒過的李康廉熟了路了 門神葉鴻暉做足準備 沒有給舊隊友冷戰考起 跟著面對尼迪利的掏射 又再成為他的個人表演時間 李文的攻勢越來越入獄 東方禁區內收網 艾華道解圍不遠 康年再次有個黃金機會 阿輝今次有他最好朋友 門框力補不失 東方帶著兩球優勢回更衣室 兩隊過年後會在銀牌決賽交鋒 這場正好讓雙方規探對方的實力 和狀態是怎樣 坦克車盧卡斯換邊後 同身組離腳1、2 再離下斯丹轉身 可惜後腳弓門被袁浩俊刪走了 面對李文排山倒海的攻勢 東方後防可以說是風聲學旅 但不得不讚一眾首位舊集中 李康廉、鄭兆君和余沛康的連環施射 通通過不了東方的血肉長城 尼迪利瞄著遠處地球抽射 同樣未能夠命中目標 堅Sir賽後說球隊可能心急拉開比數 導致下半場斷籃多了 但高興見到新攻擊組合嘗試磨合 而聯賽是長途精致你 最緊要沒有被增標對手拉開差距 沙普夫75分鐘追成接近比數 一度令李文重現希望 尼迪利無農感冒擺脫馮慶華傳中 艾華到憤不顧身 但就令沙普夫的射門改變方向 葉鴻輝還有三頭六臂都救不回 但之後全憑阿輝多下關鍵撲救 才能夠保住二比一勝局 東方傳取三分後繼續排第五 以勝章送諸刑暑 希望東方龍私生的一年 繼續順風順水 贏到開行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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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